獨家搜查還看到台中超浮誇火鍋 有什麼 滿滿一台筋的土雞腑 可以說是鋪滿了鍋底 霸氣外露 另外還有北海道生時期的干貝 也拿來煮火鍋 用料毫不手軟 而海鮮也有用量 一公斤的咖哩鍋 都看到是蛤蜊鍋 直接讓喝起來 每口湯頭都有海的味道 滿滿一公斤新鮮隔離 鋪滿整鍋 讓人看不見鍋底 業者特地選用 乾冰點綴 冰火衝擊 色香味俱全 普普鮮鍋浮誇程度破表 不會假假的這樣子 好像應該不是用高湯煮的 感覺是很純的食材去熬煮出來的 這是四人份的中型鍋 就有大概五十多顆 所以我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就想說 怎麼會有這麼多隔離 不只是視覺衝擊 湯頭也大有講究 為了襯托出隔離鮮甜 主廚特地選用 老母雞及後腿肉燉煮高湯 選用彰化王宮的九分半隔離 每天新鮮直送 店裡海水水箱 就連吐沙都要經過三次程序 會採用扁鍋 讓客人看到蛤蜊 會是一顆一顆打開 大概就是有點像撞生齒 噗噗顯就是蛤蜊打開的聲音 台中超浮誇火鍋 不止海鮮 前盤湯鍋鋪滿一台精 飽滿光滑的台灣土雞符 淡淡麻油 蔥蒜飄香 整鍋光用看的就快痛風 但就是這一味 緊抓老饕的胃 天啊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雞符 就覺得它的口感很好 大顆又肥美的干貝同樣塞滿火鍋 業者特別選用生食雞干貝 大口咬下嘴裡滿滿鮮味 湯頭越煮越是將精華濃縮 再搭配鮭魚卵溫泉蛋蓋飯 又人的蛋黃與滿滿鮭魚卵 在口中交織出海洋交香去 浮誇火鍋 讓人一眼就通風 記者高玉立 賴文良 台中報導